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厌食症的病因特别是如果孩子有血腥引起的那么给予补薪之后呢大多孩子会好转明确孩子的病因之后呢从病因治疗这样呢会起得确定的效果另外第二点点呢就是面对孩子有厌食家长的心情呢不要紧张创造一种比较良好的这个环境让孩子在这个宽松的环境之下近视 得到家长的鼓励和表扬呢都说慢慢会好转 平时要严格控制孩子的这个零食 饮食上要做到荤素搭配粗细搭配 不断的改变这个孩子吃的东西的种类 这样呢可以提高孩子的胃口 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 作为家长 对这个患验食的孩子不要盲目的用药 一定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 正规规范的使用 调节肠胃促进消化这些药物呢有助于改善孩子的这个肠胃功能 做到以上几点呢孩子的这个厌食人呢大多会得到有效的治疗及时的恢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